大家好 欢迎来到快乐手工 今天呢 我给乔乔做了这样子的一个节日礼服 节日的时候给娃娃穿上礼服 能够更增加家庭的节日气氛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吧 先和大家介绍的是娃姨用到的面料 那这个呢 是前片 这个呢 是后片 后片是分开的两片 娃姨的图子呢 在视频的最后展示给大家 这儿呢 我们还需要这样子的一条 毛绒面料 这个呢 宽度是两厘米的 接下来我们开始制作 我们首先制作的是娃姨的肩膀这个部分 那我们把前片和后片这样 携在一起 然后把这条边给车上 肩膀的位置就车好了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这条边和这条边 两条边呢 就车好了 接下来我们要制作的呢 是这个后片 瓷熊胖 我们把这条边折叠两下 把瓷熊胖装在这儿 那在这儿呢 我们要留出缝头 这个呢 是要装毛毛领的 瓷熊胖装好了 现在我们在袖口 下摆 领圈这些位置上 都车上毛绒材料 三个位置的毛绒材料装好了 接下来我们在衣服的中心线位置上 手缝两颗 绒绒扣 好了 乔乔的衣服呢 穿上了 我呢还给他做了一顶小帽子 和一双小鞋子 那图子呢 都会在视频的最后展示给大家 我们家乔乔身高呢 是30厘米 这期视频的内容呢 就是这些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内容 请您一定要加关注 那么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